大家好,我大老师啊 距离我击败上一个boss已经过去好几天了 然后我们第一张的boss也全部打完了 今天我们要去打第二张 第二张的难度肯定比第一张要高的 就是一个游乐园 今天先击败糖果女巫 个人建议第二张优先打糖果女巫 他是第二张节里最简单的boss 直接去挑战别的会打的你怀疑人生的 糖果女巫的头还能分离啊 有点恐怖啊 这关会随即出现三个小boss 必须先击败他们 之后糖果女巫才会亲自出马 那三个小boss就是糖果女巫的护卫了 第一个小boss大家是不是很眼熟 就是那个摇糖果的机器啊 只要打一个烟闪 在它靠近你的时候呢 直接闪避过去就可以了 你看这小怪物跑来跑去的样子 就是打不到大老师啊 我左闪一下右闪一下 烟闪就是好用 这边的糖果尘马会跑出几个小怪物 要注意不要被碰到 因为太小容易被忽略 我当初挑战的时候 好几次都死在小怪手上了 第二个小boss是一个大子弹 它只会来回上下移动 时不时图几个向上的小子弹 这个非常简单 只要跟着它移动轨迹的反方向躲避 就能轻松过去了 这里带追踪子弹是最好打的 第三个小boss是跳跃的土豆泥 这个比较难对付啊 它会上下来回跳跃 需要观察预判它的走位 落地之后会有一段借舌攻击 只要跳到上面的糖果高台就可以了 最后来一个大招 糖果女巫亲自出马 大老师我觉得这攻击方式有点恶心 把自己的头拔下来 分头行动 它的头相当于缩小版的子弹boss 攻击方式一样的 就是速度比较快 站在高台上只需要发射 注意力放在走位上 城堡中间土著的大手呢 是可以用格挡的 就这么来回操作 糖果女巫就被技术大老师击败啦 嘿嘿我是大老师 记得关注啊 我们下次会去击败谁呢